我们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了 真正学佛 是学什么 六根戒除六成经济 不起心不动念 要学佛 佛是如此 你起心动念过 可是 起心动念 很不容易 你说不起心不动太难了 修行真有功夫的人 偶尔 会有短暂的这种现象 心的真正清净 清净平等 这个功夫短暂现前 我们在训老后上 年谱里面看到 他说出这个境界 有一年 过年的时候 老和尚住毛棚 毛棚是依附寺庙 住毛棚 也都吃饭 也还要一点 生活必须的东西 那是寺庙的供应 所以过年的时候 到寺庙里面去 拿一点 菜饭 油银 拿一点这些东西 拿了之后 就回毛棚 毛棚跟寺庙 居立 一般大概都是差不多半个多小时 他回去了 天气应当时旁晚的时候 老和尚年岁很大 我们知道 慢慢地走回去 心地很清净 没有念头 走到一半 遇到两个寺庙里面的法司 手上提着灯笼 路上碰到了 碰到寺老 都认识吗 他们就跟他讲 哎呀 寺老 天这么黑了 你怎么没有灯了 寺老和尚这次 一下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天立刻就黑了 他们没有提的时候 他觉得跟他离开 那个时候是一样的 天没有黑 天黄昏快要黑了 没有黑 他看得很清楚 这一提起来的时候 他怎么 他动了念头了 他起了分别了 天马上回下来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知道 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 这个空中是明亮的 长极光 这不是大黑天吗 我们今天看到了 这个日月光都没有的时候 看到天然气黑的 这叫无明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因为你奇心动念 奇心动念 先这个想 不奇心不动念 宇宙是一片光明 佛经上讲的 大光明藏啊 所以你什么时候叫它无明破了 你再也看不到黑暗了 无明就没有了 你还看到黑暗的时候 你无明没破啊 那破了无明的真正叫成佛 究竟圆圆满腹 我赶了 我赶了 WER�又不是